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1月10日 星期二 大家好 超級星期二沒有完結過 彷彿上星期二延伸到現在這個星期二 風起雲湧 一浪接一浪 到現在局勢 相當刺激 今天一睡醒 發現了一個重大的新聞 就是這個香港 香港的立法會 多間傳媒引述人大常委 將會開會再DQ多四個民主派議員 我起床的時候 Tony已經剛剛錄完那兩節 那兩節特發的新聞 大家應該聽這節的時候 也已經看了我們 其他節目 包括尼斯湖得道也看了 這件事到底跟美國大選 有什麼關係呢 我這裏就要做一個詳細分析 昨天我也 簡單做了一個簡單分析 這節我們聯合廣播 將兩個的意見 給大家再深入的討論 聽之前 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要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黃師傅裝修公司 旺角88燒烤 我們開始 研究這個情況 我們一直都在說中共一直保持沉默 到了 這一刻 就是11月9日 正式 出招了 他的回應並不是公和拜登的當選 他是用行動告訴你 他用什麼來慶祝 已經我們 搞定了 現在你們 沒有靠山 你們泛民的靠山 是我們的人來的 這四個被DQ的議員 根據消息就是 三名是公民黨的議員 一名是專業議政梁繼昌先生 另外三個分別是郭榮鏗 郭家琪 以及楊岳喬 非常罕有地 竟然 塗刀斬在公民黨的議員 過往從來沒有發生過 理據就是 這四個人在剛剛那屆 原本有得選的立法會 四個人當時的入閘 當時選舉主任 已經把這四個人 當時一直有建制派的聲音說 北京當局 要DQ這四個 是不能延任 不能留在 不能接受 臨時立法會委任 當時北京的反應 一直是 沒有反應 今天到了11月9日 終於 就是 放風給傳媒 告訴他們我們要把這四個人 產出來 那麼 這個 很明顯 我看不到他為甚麼是跟美國大選 沒有關係 當然啦 老實說 現在 美國的選情基本上牽動 全世界 我們看到有很多跡象顯示 其實北京 跟拜登之間的關係 是親密 以往歷屆的美國總統 因為拜登 跟習近平曾經試過一次 在一天之內 還是兩天之內 他們是 見面 21小時 開會 這是一個很長時間的會議來的 每天開成10個8個小時的會議 他們有那麼多人說 然後就爆出電郵門事件 就是 拜登的兒子 以及 中共特務葉簡明 旗下的華信能源是有合作協議 而華信是把一家子公司的50%股權送給拜登 而換取他們 幫他們做事 他們很簡單跟大家說明 拜登父子 是被中共一直買了的人 我先停一停 我認為 我認為 這件事真的不是壞事 我真的很認真地說 今天 北京 人大做的事 印證了過往 要求 民主派 離任 不要留在這個 臨時立法會的人說的事是正確的 當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論點 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 北京 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你們妥協了也好 你們一樣是會繼續動你的 為甚麼你不索性就是當時 不要跟香港市民分裂 站在同一陣線 未必可以對抗到他 因為國際的大局勢 香港的局勢 反抗很困難 這是真的 當時我們就知道 站在一起未必可以對抗到他 但是當時 你們不肯站在一起 令到這個反對派陣營 徹底撕裂 徹底撒解 今天 坦白說 民主派人士出來說話 就很令人失望 他們出來說 就是要宣佈 假如要強行DQ的話 他們就會宣佈 總辭 換來的反應就是 坊間大部分的人 就叫你一早就應該遲了 也有大量的建制派人說你們遲了 因為現在 根本就是想掃出來的嘛 現在不需要你們了 因為你們已經 endorse了這個臨時立法會了 他們不用要你了 你們已經做了事了 中共和港共的目的是甚麼 就是找你來 做他長戲 做長戲不需要做一輩子的 做一天就夠了 當你們接受委任 人家會委任你的 隨時可以不委任 這個 所以我再說一次 現在他們真的去總辭 其實就不是壞事 他們現在還有一次機會 不過我認為這班泛民出來說話很難聽 首先一完全沒有承認過自己 留任是錯誤 當 記者問及他們為甚麼要留任 有沒有後悔留任的時候 答非所問 將責任推銷到北京 日一香港市民已經告訴你了 我再一次認為這班人一點也不奸 這班人是蠢的 這班人是蠢的 這班人是蠢得竟然完全沒有後手 他們完全是沒有Pan B的 如果 北京大石砸死 殺下來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防備 竟然現在推出一招 是他們過往用了幾個月時間 跟香港市民去辯論 去吵架 簡單來說 其實不是辯論 是吵架 用那麼多的時間 跟精力 跟香港人吵架 說要離開的人 你今天拿出來對付 DQ的方法 又是要總辭 因為這是唯一的方法 其實為甚麼現在總辭呢 你之前所說的話 現在還有沒有效呢 例如要在議會裡面抗爭 要去頂著惡法 明日大嶼 大灣區投票 很多截圖 逐章讀給大家聽 明日大嶼 抵抗明日大嶼 撥款 抵抗大灣區投票 抗他梁美芬成立 搞一個特權法 調查612基金和手足 邊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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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施時間是不會有下一步的 所以 一定要聽邊探 你不聽邊探 你就不要做人了 林卓廷 今天有很多人分享你的圖片 這是主流派之一 劉任非為私利 已經踏了一隻腳入監倉 應鎮守議會 結合民間力量 延續成功經驗 既然如此 為甚麼你現在是支持總辭呢 為什麼呢 所以證明你過往 跟香港人吵架 完全是 拿回歷錶 扔自己 邵家俊 選擇留任 守護抗爭者是我原則 關注 籌權是我的使命 這裏寫了趙明 應該是想說使命 你現在是否有棄手呢 即是放棄抗爭者 按你自己說法 我們一向都不認為你離開議會才是放棄抗爭者 是你們死都要這樣說的 他們以這個 守護抗爭者 做一個留下的藉口 為甚麼現在 要離去這個抗爭者呢 你為了保住新DQ4 的時候就可以 最可怕的是你的邏輯夾著自己 這個不是我們說是你自己說的 原來為了郭家麒 郭榮鏗 梁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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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放棄抗爭者 這個嘴巴是你自己蓋上去的 不是我自己蓋上去的 幫你翻譯出來 何俊仁 現在持了職 下屆還選不選 支持留任 下屆還選不選 你下屆很明顯就不能選了 現在DQ了你 就立即回答你 下屆不是你想選就能選 李柱銘 今天真的是大量這些圖片 李柱銘撐泛民留任 明知山有虎 但總辭 令國際以為主動放棄議席 說要駁斥陳志全 現在 現在 胡志偉出來宣布 要總辭了 你是不是要告訴國際要放棄議席 要放棄議會呢 其實Day1已經告訴你了 議會一開始已經不是你控制了 每一件事就是自打嘴巴 胡志偉更無恥 他說這次 人大 要DQ那些議員 正正顯示他們做到事 因為我們監察成功 令到 北京政府露羞成怒 這個真是蠻厲害的 即是你激怒共產黨 以前為甚麼叫你激怒你不肯激怒 現在這次自己不刻意激怒了 你就說你成功了 一直以來你們都不敢激怒共產黨 而且是不關你的事的 胡志偉 聽清楚 如果按你這個說法 首先 你是沒有份 因為沒有DQ你 DQ那四個 叫梁繼昌 郭榮鏗 楊岳橋 郭家綺 胡志偉沒有關你的事 你沒有關你的 證明你民主黨基本上是沒有做過任何監察和制衡的角色 所以沒有DQ你們 他們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他們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每次 有道理那邊有市民支持你們 他們就是要跟你們吵架 拿盡所有歪理出來罵 罵到現在的每一個道理全部都會給自己 全部會力標都扔中了 全部都會中後腦 即是這班人 如果今天再看到 他們真的不是奸是蠢 被他證明 determin…… 其實自他2010年到中聯辦 我們都會看到他很笨 他們以為是拿得高了 拿得平日 拿得豐富 然後出來罵其他人 任何人質疑他們 你就是傾訴 你就是傾訴 不過其實我還有另一個分析想說 首先 一這是 千載難逢的機會 但如果 如果你們出來立即使ระ Guy 60公里 都有即使 bel включ呢 市民是會原諒你們的 還有機會令到反對派有辦法再次聯繫一線 你們不要再出來說歪你了 胡志偉 請你不要再出來說你們成功了 你們要說你們做錯了 說走錯了有甚麼問題 沒有政治承擔 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政治承擔 很多事情他們做錯了他們不肯不承認 不肯去面對 之後 還要毀過於人 然後有很多藉口出來 所有的大量的網民 是在他們之前說過的 打嘴巴 你們之前跟人家吵架 楊岳橋怎麼說 要守著議會的戰線 你現在是陷阱楊岳橋的不義 因為他們被DQ嘛 而你們因為他被DQ 而你們也是 去棄手議會戰線嘛 你是不是陷阱我僑於不義 他們告訴國際你棄手議會 你們以前說不可以的 你們那個國際 你們那個國際其實現在是不是就是 背後令到你們被DQ的力量來的 其實是拜登 還有甚麼比現在 中共壓重著All-in拜登 沒有錯了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 雖然局勢很差 但其實中共每次 All-in那些 一定會陷入的 現在 拜登 其實還未法律上坐得定 傳媒叫了 大陸經常中這一招 尤其是習近平 因為他們經常看fake news 他們本來只看慣了 現在有個最新消息 北卡重申嫌票 其實是可以翻盤的 我們一會再講一節 我想告訴大家 中共 走去看 新聞 平時看假新聞 今次打算看美國新聞 真的了吧 我告訴你 他這部應該會蠻蠻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 真的最燈的那個 不是老蕭 其實是北京 北京告訴你這兩年燈爆 是習近平 賭到一局也會死的 他們最重注的那局一定會輸 這局很明顯也是一定會輸 這局人大不出聲了那麼久 忽然之間 現在發工 打算動手了 可以搞定他們了 我覺得他們 嗨的機會很大 栗戰書以為有機會來了 拜登上了 動手了 Tina Joe is here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認為沒有那麼順利 不過 有個問題 大陸 即使特朗普贏了 他還可以 在香港作惡 所以泛民議員坦白說 不論誰贏 他們都死了 他們以為 拜登當選了之後 就不敢去制裁 這個 中南海的 常委 例如栗戰書 所以為甚麼等到現在才說DQ呢 一直在等美國大選嘛 其實他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特朗普現在還是現任總統來的 剛才那四件彈省 就這樣中了一招 你不排除12月 他送一份聖誕禮物給你們 他真的可以派聖誕禮物給你們 在聖誕節公佈 制裁了七常委 然後 還公佈你們在美國的財產 那麼精彩 特朗普有甚麼書 他已經輸出去的嘛 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是支持特朗普 任何時候都是支持特朗普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